而这波疫情也考验医护人员的危机处理能力 台中大雅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 因为下雨跌倒 左大腿骨折送医来急救 院方是依照程序先为她裁剪PCR 结果意外发现是阳性确诊 当下医护人员是立即穿上了三层的防护衣 全副武装 也不能开空调 历经了两个小时的手术时间 都闷热到全身石头 医护人员穿上隔离衣 将开完道的妇人推回病房修养 后头还有人负责言录清销 如此小心翼 因为妇人在开刀前被检验出确诊新冠肺炎 面对确诊病患 医护人员不敢大意 小心再小心 穿上手术衣 牵衣最外层还得再穿上隔离衣 戴上N95口罩面罩 发帽 全身包了密布套风之外 手术房里的遗迹设备也得全部包膜 然后又没有空调的状况下 会非常的闷热 一般手术大概一个钟头 就可以处理好 昨天这个患者大概要两个多钟头 他也是来医院 因为骨折受伤才发现 他本身是一个确诊的状况 他陪病的家属也有医院 好像也是阳性 应该也是蛮惊讶的 确诊开刀的妇人60多岁 这个月16号因为下雨跌倒 造成左大腿骨折送一开刀 院方依照程序进行PCR裁剪 意外发现妇人阳性确诊 医护人员全副装 在没有空调的手术房替妇人动刀 手术结束 每个人都全身湿透实在辛苦